應該是幾列幾藍呢 這樣過來 應該是 一列嘛對不對 橫向是一列 藍是幾藍呢 應該是 1 2 3 4 5 應該是5藍 因為上面有5個 最後還要再補一個 有沒有 好了之後的話呢 那偏移多少 偏移的話呢這個地方 我們只需要去 偏移應該是 應該是行 應該是什麼應該是行偏移所以這地方的話我們就選取 行的部分從這邊偏移到這邊這樣一個距離 就是行偏移部分 那列偏移因為只有一列所以不用去選 好了以後的話我們就按一個確定 先預覽看一下好了 接受 這個地方的話呢就接受 那再來最邊邊這個地方好像還少了兩條線 這邊一條這邊一條那可以從 這兩條線Copy過來就好了 所以Copy的話我們就可以用複製的方式 有沒有 複製 然後呢複製拿兩個這兩個 把它選取起來 這兩個 然後從哪邊選 按Enter 好然後選 從哪邊呢 從這邊 選到這邊 這樣就可以按Enter 特別注意喔 複製完就是要從這個端點 移到這個端點 他就自動會從 這個端點 搬過去 這是複製的用法 那如果說你複製不行的話 當然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什麼 鏡射也可以 有沒有 如果你用鏡射也是ok的 鏡射的話呢你就直接 這地方有沒有這兩個 選取起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 然後 這邊 鏡射 然後 從這邊 到這邊 有沒有 這個中間線 選取起來 按Enter 也是一樣可以達成 那最後的話呢我們就把這個 鑽牆的部分的選取起來之後的話 在左下角的端點點一下 他就變成紅色的側點 再按右鍵 這邊有個所謂的旋轉 旋轉 旋轉的話要旋轉幾度 我們要旋轉幾度呢 32所以就輸入32 Enter 這樣就好了 好就完成了這一題了 好這裡的話我想 你們試試看這一題好了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喔 現在